这首歌本来打算是要放在这个女婴的床边 让她不断的听到为她来加油打气 没有想到最后却变成送她最后一程的歌曲 医生宣布女婴往生的那一刻 护理长忍不住鼻酸频频用卫生纸擦眼泪 小女婴被烫得全身都脱皮 病情时好时坏 医护人员四天来轮流陪伴她跟她说话 心情跟着起伏不定 曾经参加歌唱比赛的护士 用录音机录下了一首诗歌 想要抚慰小妹妹的心灵 永远我是你的孩子 永远不变我爱你 恳求圣灵陪人降临 如讯歌平安落在你心 当我唱完这首歌的时候没多久 我们就看到心电图上是一支线 然后我相信她有听到这首歌 然后向帝也把这个孩子接回去 在那一刹那是平安的 医护人员尽管万般不舍 也只能够将祝福寄托在歌声中 送她到天堂去当天父的孩子 三地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好布什是这首诗歌全台湾都在帮女婴祈福 和美派出所和医院 其实都接到了大量的关心电话 在21号早上 有快递还送来了玩具包裹 要送给这个女婴 其实您知道还有一对装性夫妻 就是他们特别带着鲜花 到医院说本人要亲自前来 为女婴搭加油打气 没想到他们来的时候 却听到了这个孩子已经过世的噩耗 这名同样也是身为人母的女子 当场忍不住痛哭失声 无奈她的关心慢了一步 装性夫妻带着一大数的鲜花 到了病房外 来不及送给黄小妹 真的 我觉得真的太残忍了 就是说我活到这么大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残忍的事情 装太太并不认识黄小妹 从媒体得知她的可怜遭遇 以一个母亲的立场 根本无法想象怎么会有这种事 装太太跟丈夫写了一张卡片 献给坚强的黄小妹 愿得先佛赐福金刚护体 台湾人都对这件事情 应该都是每个都痛彻心肺 女婴被烫伤引起全台湾的关注 河美派出所跟彰化基督教医院 都接到许多电话 不是提供特效药就是要捐款 21号早上还有快递送来玩具包裹 到家户病房外面 我们所了解她在家里会摸到很多声音的 她最喜欢马上来开 我很感谢这么热情 这么关心她的民众 可爱的长颈鹿跟粉红色的小枕头 代表陌生的叔叔阿姨 对女婴的关爱可惜注定用不到了 三零新闻 许书为 郭云林 S1小组 张霍的 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